朱熹理学能够成为官方哲学 除了朱熹自身对儒学做出的巨大贡献之外 也离不开一个人的大力推广 他就是福建人贞德秀 贞德秀出生于公元1178年 本姓慎重的慎 因宋孝宗名赵慎 未必孝宗的名讳他改姓为真 贞德秀号西山 学者雅称他为西山先生 贞德秀是南宋后期名臣李学家 是福建省浦城县人 贞德秀15岁时丧父 母亲独立抚养儿子并供他读书 同村人杨归见贞德秀学习刻苦 十分欣赏他 于是把他带回家 安置在私塾和自家子弟一起学习 后来还把女儿嫁给了他 公元1199年 21岁的贞德秀与岳父同科高中进士 一时传为美坛 先后历任太学政 太学博士等学官 以及教书郎 秘书郎 著作左郎 礼部郎官 礼部侍郎 户部尚书等职 其中户部尚书是户部的最高级长官 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部长一职 贞德秀一生为人正直 作为朝官 他刚正不阿 对于投降妥协派 他十分鄙夷 立主严惩贪官 他还大力推举贤良的联利 并直言敢见 对实证多有谏言 奏书不下数十万字 在贞德秀的仕途当中 他也曾担任多地地方官 在福建曾担任过南建州判官 指泉州福州 出任过福建安福使 泉州本来是中国同西方通航的一个大港口 在南宋中期 是全国最繁荣的海外贸易中心 每年有大量的外商来这里进行商业活动 但是到南宋后期 由于当地官吏 对外商进行巧利明目的敲诈勒索 一时冷落下来 每年来此贸易的外国商船减少到只有三四艘 贞德秀出支泉州时 对外国商船实行优惠政策 减免了许多不合理的征税 很快就使来此从事商贸活动的外国商船 增加到36艘 不但繁荣了泉州商业 而且增加了税收 在泉州期间 他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当地富豪大户对百姓的弃压 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贞德秀是朱熹的再传弟子 他对朱熹极为推崇 尊之为百代宗师 他和魏了翁为理学正式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包养和采用为官学 起到了功高智慧的推动作用 贞德秀也是朱熹之后名望最高的理学家